虽然这个世界没有谁离不开谁 但是有些女人的离开让男人后悔不已 意念不忘 这样的女人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温柔贤惠不给男人添麻烦 这样的女人温柔如水 懂得用她的温柔去呵护男人的刚强 绝不会像汉妇给男人硬碰硬 非要增个高低拼个你使我活 殊不知男人的刚强只能用柔弱去切合 如果你也刚强 则两强相增 必然则断 这就是女人的柔弱滋养男人 女人的刚强则损男人 懂得男人在外打拼很辛苦很累 如果回到家还给男人添麻烦 男人会心力焦脆疲惫不堪 又怎么有更多的精力拼搏事业呢 二 有趣的灵魂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再好看的女人也会看腻 再漂亮的容颜也会被年月凋零 如果一个女人让男人着迷的美色 那么她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更年轻漂亮的女人身上 而有趣的灵魂让男人始终如一的跟随你 想给你长长久久 三 善良孝顺品格高贵 中国男人最讲究孝道 如果一个女人孝顺 那么她就成全了男人的孝道 男人怎么能不感激她 心疼她 如果一个女人整日和婆婆争吵 让男人心里对自己的母亲产生愧疚 她怎么能不怨恨 怎么能不痛苦 怎么能不想着远离呢 而品格高贵的女人就像清澈的泉水 滋润着男人的心灵 而恶毒下山烂的女人就像污浊的臭水 侵蚀和伤害男人的心灵 让她感到痛苦受伤和绝望 如果一个男人遇到这三种女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她是你前世修来的大福分